放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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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民黨台中市長參選人 盧秀燕帶著超大陣仗 在主委江啟臣 總幹事顏寬恒 前立委顏清彪等人的 簇擁助陣下 前往選委會登記 過去國民黨經常說 我們沒有團結 分到雖然記不贏 這次我們就團結給大家看 國民黨中部大廊 紅黑派要腳 通通到場立挺 盧秀燕看起來信心滿滿 但根據平面媒體 最新民調顯示 盧秀燕的選民支持度 為33.5% 林佳龍則是42% 盧秀燕小叔 現任市長8.5個百分點 而在看好度的部分 28.1%的市民 看好盧秀燕能夠當選 但有50.3% 看好現任市長林佳龍 剩下的21.6% 未表態 林佳龍看好度幾乎過半 政績就是最好的民調 那我們現在也是以市政為主 會稱讚蔡英文總統 林佳龍市長做得好棒的 親綠團體 所做的民調 我想跟市民的觀感差異太大 面對民調消長 藍綠雙方老神在在 台中市長選戰一觸即發 究竟是藍燕能夠攻頂 還是綠燕穩坐大台中 不到最後關頭很難見真章 藍綠雙方老人家景 全台中採訪報導 其中一個 行動 足夠